這個口罩是可以等同外科手術口罩的 而且是可以重用的 Hello,大家好,我是P仔 歡迎來到P仔樂園 今天真的很開心 因為整成了這個口罩 研發了很久了 很感謝所有的網友給我一些意見 還有攝影師、Thomas 一起去想這個口罩如何整理 一起去改良 剛才出來的結果是很滿意 真的做到 很貼服、很舒適 就是天帶夜帶也沒有問題 我們首先多廢話 講一下材料 材料是用這個 很重要的材料 其實文具店就能買到的 我們選的都是用平民百姓可以做到的東西 不用搶購的 一搶就蠢了 還有就是一些橡筋 這些 至少要4條的 這些橡筋不是幼的 記住買些粗的橡筋 為什麼? 因為這些橡筋粗的才不會斷 不然,你想想,戴著戴著整件事拍一聲,開門開關的樣子 那就很奇怪了 也說說一些概念 其實我們這次的口罩 想到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想到香港近日封關的狀況 譬如爐、支線等都封關 但是深圳話是沒有封的 所以將人們全部迫在那裡 那我們就在想,可不可以做一個 就是我們平時的口罩整個都有透氣的狀況 可不可以所有地方都不透氣 只留一個呼吸位給它透氣 就是我們這次的口罩的重要因素 因此就發明了或者叫做製作了這一種2.0 這個不是口罩,這個才是 這個2.0的自製口罩 還有它是有外科手術口罩的功能 因為我們是有用到它的原料的 好,事不宜遲,我們馬上來做了 首先你要預備一個檔案 一把間斜和原子筆 拿起一個位置,我們就開始量度 拿一把尺量量度,位置就是這樣 我們上面這個位置是7cm 然後這個近臂的位置是4cm 再對落就做一個彎曲的線 而這裏至這裏之間是15cm 另外這裏至這裏都應該是15cm 大約14至15cm 去到後面 然後對落這裏就是8至8.5cm 最後底部就8cm 好,做完之後 知道位置,我們就可以剪它出來 好,大家會發現一個檔案是可以做大約3個的 一個檔案是可以做3個的 所以其實挺划算的 然後這裏就已經是一個口罩的初型了 然後我們需要用到的 是這個電線膠布 首先我們封上面 封上面4cm的位置 不要封錯,封錯的話 你不能進入口罩的 然後我們封這個彎曲的位置 我會分幾次的 因為它是彎曲的 一定要用一些電線膠布的防水的膠紙 因為如果你不是用這些的話 第一,你不可以再清洗 第二,你沒有菌或其他空氣 可以進入的位置 其實就沒有這個作用了 好,封完之後就是這樣的 這個口罩初型是給大家看看的 是這樣 這個就是初型了 到時吸上去 然後我們要做的就是 就是開始封這些邊 為什麼要封邊呢? 封邊其實是怕戒到臉 所以我們也會封一封的 不要將它們兩個封在一起 好,做完之後 我們就要做另一個東西了 就是做個鼻形 鼻形怎麼做呢? 很簡單 首先你這樣 因應每個人的需要 量度一下這個位置 按下去 拿出來 大約在這個位置 這樣捏下去 用熱風機 就是風筒 這樣吹一吹 開度最大 一會兒就可以了 因為膠很薄而已 其實大約 如果你是一些很熱的風筒呢 這樣三秒鐘左右 就已經可以了 你發覺了 弄了個鼻形出來 是不是貼很多呢? 已經不用弄 已經好像可以了 跟著我們要弄的 就是另一個東西了 之前我們實驗版 就是弄成這樣 發覺在這裡的呼吸 沒有那麼好 放在上面是會舒服一點的 因為近鼻口位 所以我們今次會移屍高一點 就是來到這裡 左右都只有你自己個人喜好 就在大約口罩的這個位置 近鼻的前端的中間位置 這裡打個小小的十字 跟著我們在裡面開始割 所以用割刀 用割刀特別小心 不要弄傷手 很簡單的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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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 大約3cm 2.5至3cm 這邊就是2cm 大家可以2.5x2.5的 會比較漂亮的 我K型一點不要緊 實用就可以了 這裡 跟著我們需要用到是口罩 記住 這個我們要經常換的 因為這個是過濾網 因為剛才我們實驗的時候 已經有弄過了 所以我們有剩的 把一般的外科口罩 剪刀兩邊的耳朵 你會發覺我這裡打開之後是正方形的 然後我用了一塊 大約用了九分之一 我不知道你要多黑 你的口罩要多大 大人小朋友 其實跟著我尺寸 自己適合就做就可以了 我會一剪做九 或者一剪做十二 好 接著我們就剪了 其實你會發覺就是這樣 剪了出來之後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是有效呢 就是因為我們主要呼吸的位置 就是靠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洞的位置 最重要是包得夠實 貼的時候 我們就這樣 裡面就會看到是這樣的 這個洞 大家看看 其實這樣就已經OK了 整件事 如果量度 1 2 3 4 不要太盡 真的可以盡 1 2 3 4 5個 3 5 15個 一個口罩可以整同15個口罩 是耐用很多 就是這些非常時期 大家可以捱久一點 然後在外面 然後我們就不要用防水膠布 就是這些 電線膠布 因為電線膠布黏得比較實 我建議大家用紙膠布 去切 一撕就脫了 好 這樣吧 也是封膠子 做完了 整個外形 接著 你就要量度 量度的時候 你會發覺這裡就是這樣 要大力嘗試吸一下 吸得緊 即是鼻型正確 它就不會透氣出去 好 然後 你可以量度在這裡 按一下 在下巴的位置 量度 按一下 按一下 貼面形為主 貼面形為主 拿口罩先說 這樣 所以來到這裡 你會發覺 應該這樣摺一點 是這樣的 這裡摺一點 這裡摺一點 為什麼要這樣呢 因為我們要做立體 方便透氣 同樣都是用這個 電線膠布 就是這樣 OK 試都沒有問題 接著 你就可以 刺洞了 在鼻上 這個 7cm的位置 最尾端 製成一個洞 最尾端 製成一個洞 好 另一邊也是 然後 我們的橡筋 就是剪一個缺口 塞進去 這個洞 不要刺太大 刺太大 你就透了很多氣 出入 就不太安全了 穿了過來之後 你可以綁緊它 打個裂 讓它不要飛出來 另一邊也是這樣 做完之後 你就可以戴上去 打對的位置 去綁 這樣基本上已經完成了 差一點點就是 最後下面的兩個洞 我們在最後的兩個角位 這裡 就是在這個 8cm 到8.5cm 以及8cm的位置 這個點 這裡 去打兩個洞 同樣都是被我們用來綁繩的 就這樣就已經完成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那我們怎麼測試 它是否真的成功呢 找一些很輕 很薄的 一些紙的東西 就是這樣 戴口罩 記得要這樣戴 就是首先 你要捏住 脫鏡 捏住 這個位置 然後這樣敷過去 就可以了 就戴在這個位置上面 我之前說錯了 是戴下面的 其實是戴上面的 這樣才不會掉的 OK 然後呢 下面這個位置 就綁一綁了 不用說很緊的 這樣撿一撿 不用打死結的 解的時候 就是這樣脫 解在下面先 然後上面 向後拉 撿過頭部 這樣 慢慢慢慢脫出來 這樣就可以了 接著記著 回去 同樣跟其他的外包口罩一樣 不要直接碰外面 因為外面是細菌 來的 先沖水 接著 然後撕過去 再沖乾淨 再沖進去 那你就可以沖這個口罩 而這個是撕了 我們是給我們 換新的filter 即是新的過濾那一層的 上去 那如果你發覺 我長大 可能十幾個小時 沒那麼舒服 我這樣怎樣呢 我建議給大家的 譬如說有些海綿 可以薄薄的 切一層貼在這邊 貼上去 因為海綿也是可以沖洗 不過海綿之後 你可能要洗一洗 接著 你就可以貼上去的時候 就會更加舒服 就不會弄傷你的皮膚了 今次的影片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我們一個like 有些什麼意見 留言給我們 我們下次看看 可否再蓋得更加好 我們希望可以幫到更多的人 因為我們自己 都在這個困難當中 這個疫情真的不容易過 但我們相信 香港人團結的話 是一定可以過的 加油 香港人 下次再見 拜拜